先来做个关于人性的小测验 如果有人对你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时 你是否会与之展开争辩呢? 如果有人对某种你认为错误的观点深信不疑时 你是否会立马纠错并努力向其灌输正确的信息呢? 当你做错事恰好被人无意戳穿时 你是否会急着为自己辩驳呢? 如果你命中以上任何一条甚至权重 那你可能要注意了 你有一个既让自己糟心又让别人烦心的特质 争辩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因特定的人和事发生争执 你一言我一语双方各执一词 力图说服对方与自己的观点达成一致 但令人沮丧的是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争辩的事情很难有结果 甚至还会遭人厌弃 当一个人始终要在言语上胜过别人的时候 他说话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沟通 而是为了战胜别人 口舌之争赢了 朋友就少了 耗费力气做一件事 是想从中获得某些特定回报 例如我们通过不断提升工作技能来获取更高的薪酬 通过打扮外貌 或者提升自己气质来取悦异性 通过做好事来获得帮助他人的快乐 这些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极大的心思 但费尽唇舌却得不到任何东西 既然如此 为何要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在古代的雅典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了 所以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双方架着胳膊睁得脸红脖子粗 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即使对方被相悲的意见说服 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因为对方并没有真正的心服口服 只会认为是说不过你而已 富兰克林说 如果你有竞争力 喜欢和别人争辩 为了好玩而博导别人 你可能会赢得暂时的胜利 但是这次胜利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 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青睐 法国哲学家拉罗什富科曾言 若想树敌 你就胜于你的朋友 若想交友 就让朋友胜于你 争论是个利器活 既无所得又不讨巧 那么 我们何不放下执念 容许相悖的观点存在 考虑对方的感受 事实只生呢 如此不仅避免了唇枪舌战 说不定还能成为他人心中的君子 多一个朋友 何乐而不为呢 争辩是把双刃剑 伤人又伤己 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以及天生的自私性 会促使其倾向于 做对自己有益的事 如果此事伤人又伤己 那就不是聪明人 该干的事了 对于争辩这件事 毫无疑问 人人都应该唯恐避之不及 争辩会升级为争吵 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让两个亲密者之间 心生间隙 比如 只是出高速时 下错了路口 你就怨天尤人 和对方争辩个没完没了 明明已经提前告诉了你 下个路口出高速 你怎么在这个路口下了 我听到了 可是我以为 你说的就是这个路口 你以为 下一个和这个 你分不清吗 我真的是看错了 又不是故意的 不然你来开车好了 原本只是一个 简单的下错路口的问题 你只需要告诉对方 没关系 从别地绕回来就行 现在呢 却为了针对错 让整个车厢充满硝烟 让本应该愉快的旅途 以不欢开场 别忘了 开车途中反应过激 还会影响驾驶安全 争辩从来都不会 为任何人带来好处 你所获得的短暂胜利 只不过是插入别人胸口 冰冷地见 后患无穷 孔子曾说过 物力口之父家帮者 意思是说 能言善辩者 有时也会得罪他人 甚至为家族带来灾祸 因为太过执着于对错是非 或急着击败对方 彰显才能 成了一时口舌之快 却让对方心生芥蒂 埋下祸端 不争之争 是无言的雄辩 我们的天性 喜欢别人认同自己 当有人反对或质疑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 用自己的声音 压过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可是这种欲望 却在谈话中 把我们拉得越来越远 它让我们遗忘了 沟通真正的目的 遗忘了 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下次如果遇到 某件事上存有争议 我们在开口之前 先冷静下来 思考这三个问题 一 为了什么而争辩 二 争辩会让我失去什么 三 争辩让事情走向更好 还是更坏呢 冷静地思考完 上述问题之后 相信你便不会再进行 徒劳的争辩 态度也会缓和很多 不争之争 是无言的雄辩 是无形的智慧 老子曾说 以其不争 故天下 莫语之争 张子在《奇无论》中说 是不是 然不然 是若果实也 则是知 亦乎不是 也亦无辩论 然若果然也 则燃之亦乎 不然也亦无辩 化生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 意思是说呢 是也是不是 对也是不对 如果是错的 争赢了也毫无意义 如果真是对的 又何必争辩 有些事无需争 有些事争了也没用 于人于己 无益 甚至可能 引祸上身 作家李小默说 始终要在言语上 胜过他人 是我见过的 情商最低的行为 懂得在恰当的时候认输 才是一种 大智慧 你有多久没有 看过星星 就像那夜空中 凝视的眼睛 静静地注视着 世事变化 彼此却从不曾 互相靠近 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 守护着某一颗 漂泊的心 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 隐藏起自己 隐藏起自己 黯淡的身影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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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